好 各位傳媒 我是衛生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 有幾點我想透過傳媒 向我們公眾發放一個非常重要的素式 首先我們講講現在香港和全球的疫情 剛才在會議裏面我都拿回這一本SARS的時候 我們用了299條人名香港犧牲了 做了一個報告 裏面其實強調了我們要吸取經驗防患未然 大家看裏面就可以看到 其實SARS在2003年的時候 在幾個月裏面全球 只是有超過大概8000人感染 900多人是死亡 但現在我們最新的 在內地的數字已經是超過71000宗 短短一個月裏面 所以現在無論是內地或者香港 不可以再低估這個病毒的傳播性 還有到現在我們都未有一個很明確的治療方法 這一點是我非常關注 所以因應著政府 剛才繼續說他們有幾個原則 其實現在我們不是防疫 因為我們已經防不到他 他已經來了香港 我們有輸入個案 現在我們是要抗疫 抗疫是要快 狠 準 但是現在政府是反應慢 應辯遲和決定錯 第一點 我想說香港市民現在有一些反應 是可以見到 包括買口罩 排隊等口罩 以及甚至乎開始出現一個搶救食物的情況下 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警惡 反應給我們看 市民是有一個極度的恐慌 我們在抗疫的情況下 是一定不可以亂的 如果我們出現亂的情況 我們很難叫大家團結去怎樣抗疫 所以現在搶口罩 大家去排隊 是顯示到大家的極度恐慌 顯示了一個社區上面出現了一個混亂的情況 但是到今天為止 在剛才的會議裡面 我們看不到政府有甚麼具體的方法 所以現在在這裡 我建議幾點去一定要做 第一 剛才我都建議過了 大家看看澳門那邊 其實是可以效法 我們用手機 是即時可以看到 它是每15分鐘 就更生他們協議藥房裡面 邊區有多少個口罩 其實政府應該重新點算 它現在手上有多少個儲備 可以撥出多少給我們市民 另外就是 希望聯絡得市面上 盡快聯絡的藥房 跟他們聯繫成一個協議的藥房 將他們的數字上報上去 因為現在只是靠著 我們的市場去自由一個供應 你們見到是供應不到 為甚麼這麼重要 因為現在我們是要抗疫 我們在現在最關鍵的時候 市民只是靠一個口罩 去保障自己不要感染而已 如果連一個口罩都沒有的話 很難叫到市民 就算怎樣不出街也好 你很難叫他們有個信心去抗疫 最基本的就是 未來十天 每個人每一天 最少 其實已經是最不好 最少都要有一個口罩 其實專家建議 四至八個小時換一個 但是當然如果這麼緊迫的時間的話 政府一定要確保這十天裡面 每人要有每日有一個口罩 我不管他怎樣做 他統一發放 在市面上數齊口罩 還有如果大家手上 是有多的口罩出來 請你們分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因為我相信他 在十天之後希望供應得以舒緩的話 大家面對口罩方法可以解決 如果大家只有一個亂字 政府又不可以統一 可以給我們每人有一個口罩的話 這個情況 將會令到很多有需要的人沒有口罩 哪些有需要的人沒有口罩呢 其中一個就是長期病患者 譬如打胰島素的朋友 他們可能亦都沒有消毒液 又沒有口罩 他們身體是比較虛弱 這一點萬一他們受感染 對他們的生命很大的威脅 我講的是長期病患者 第二就是今天都有傳媒報導 竟然有前線的清潔人員 保安人員 是嚴重到去清潔一隻蝙蝠屍體 都沒有足夠裝備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接受 我們除了要保障醫護人員 我們的前線工人 我們的保安員 有一些都是一些基層的市民 我們都要給他們一個足夠的保障 他們不可以home office 他們不可以在家工作 你就要提供適當的保護給他們 第三的就是 我亦都聯絡了很多的私家醫生 大家可以問一下香港醫學會 私家醫生都訂不到口罩 即是說我們的公私營體系 是會出現問題 因為我們大家現在都不想去醫院看醫生 去私家醫院的話 去私家診所的話 如果連私家醫生沒有口罩 就因而這樣去關閉他們的診所 你們想不想像到 本港公立醫院的情況出現甚麼問題 所以如果這個口罩仍然在這三點裡解決不到 相信只會令到我們疫情越搞越亂 令到我們不能夠很冷靜地去應對疫情 政府很期望在下午那個記者會 剛才局長離開會議室之前 我已經跟他說了 你現在說一批批口罩 究竟實質數字有多少 懇請他們在下午他們的定時定點的記者會裡面 公佈給傳媒 讓我們所有市民都知道 現在究竟我們手上和市面有多少口罩 第二點就是 另一個令到大家很恐慌的 就是那七間七個聯網的七個指定診所 醫管局一直都公佈 那七個診所是用來治療和接收 這個新可能患者的 我想說他們千萬不能這樣做 因為市民都很擔心這些診所是自己的屋邨附近 而且沒有足夠的思訊 你默默然突然開這些診所 去照顧可能受感染的病人 是會令到我們附近的屋邨或者居民 有另一個恐慌在這裡 所以大家都看到 之前有一個很大的反應 所以這七間診所應該轉為做甚麼呢 轉為接收我們有普通疾病的市民 因為現在我們要減低市民去醫院的數目 市民如果現在譬如有時大家可能不舒服 可能是普通傷風感冒的話 他們都不敢去醫院 他們是無法去求診的話 這個令到市民會有一個恐慌 因為自身的病都醫不好 所以最重要是那七間診所轉為普通科診所 舒緩現在醫院的壓力 令到我們醫院的醫護人員 人手可以得意應付現在我們面對的嚴峻的疫情 所以他不要再想這七間的指定診所 是用來接收懷疑或者可能感染的新冠狀病毒的肺炎患者 第三點就是我剛才你也說過了 在我們的抗炎肝靈裡面 這個也是SARS之後出的 第一章的第一點已經是說了 一定要做防止輸入和輸出個案 要做嚴格的健康申報 健康檢查措施 大家現在都很關注內地人來香港 其實大家要知道 我們現在全球都有感染個案 我們要令到香港減低有輸入的個案 在其他國家有可能都會有感染了的旅客來到香港 所以健康申報 不要再逃避我的這個要求 在健康申報到目前為止 只是維持在香港的海陸空的航空那裡 航空的武漢來港的班機 大家已經沒有這些機了 但是在其他國家來的航班 入境的旅客是不是不用做健康申報呢 是一定要做 為甚麼呢 萬一你可能說有個日本人來到香港轉機回日本 是你前兩排後兩排 你又要人家打2125、1122 是說我可能好像坐在這個患者附近 如果你有一個健康申報 你就知道他附近坐了甚麼人 有去過聯絡電話 就可以成功主動去倒截 可能染病的患者 不要讓他們在香港有這個散發感染 最後一點就是宣傳 我想說現在是丁點的 我見到的宣傳 包括U型罪水他怎樣用 1比49和1比99的分別等等 我都見不到他有一個大事宣傳 最重要SARS時候大家仍然記得 通街都有我們的清潔工人 甚至乎局長都要下區去洗街的 為甚麼呢 我們怕病毒在社區爆發 但是現在是完全沒有 所以我肯定他連宣傳都一定要做 以上四點希望各位傳媒 是可以告訴我們的市民 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現在是一定要同心 是嚴防社區爆發 所有現在的政策 是要出自防止這個社區爆發 因為這個病毒已經是進來香港 我們不想廣泛人全人 導致我們社區去失手 好嗎 謝謝 有沒有問題 好 到你了